我們舖名叫抵鮮菜 抵食新鮮的鮮,買菜的菜 宗旨主要是抵食為主 買海膽、刺身類 送上門,就是由來 我們主要經營海鮮、海膽、刺身、生蠔 現在還多清酒,主要是日本的貨 環球海鮮,即是不同地方來的海� 主要我們也會幫客人做加工 熟食的龍蝦會幫你處理 鮑魚擦乾淨,龍蝦會開邊 例如刺身類,我們喜歡玩新鮮的 好像當做的石龍貝一樣,我們也會幫你開買 基本上送到你家,你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幫你搞定,打開,整班老友一起吃就搞定 我沒有入行,因為我們不是說是韓國人 我自己是慢慢摸,慢慢做 由上年三月左右,開始抵制菜 為什麼呢? 最初當時是狀症、逆症 知道很多人不會說出街買菜 然後就想著想著,覺得可以就做了 家裡不是做海鮮,不是吃的 慢慢上去摸,慢慢轉移 不斷去認識不同的人 去隔一間,慢慢學 其實困難都有的 因為始終自己不是韓國人 所以日課很多東西都不懂 而且自己不是做那一行出身 你要我去做家工,其實真的有點困難 幸好自己有些煮食的根底 要懂一點點 最大的問題就是翻貨 始終我們做外餸 一定要找一些好的海鮮給客人 曾經都找過很多不同的供應商 真的要慢慢隔,慢慢去看 慢慢去發掘才能找到一些真的好 最大的問題就是一直找不到 價錢又不靚仔 現在當然就很好 有很好的供應商 也有很好的食材 去供應給我,去供應給大家 就沒什麼變化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到現在 我們都有做外送服務 一直都有很多客人 一直都保持著幫助我們 一直是照送貨 但不同了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多了一間煤市 然後客人可以親民我們煤市 去選擇有什麼選擇 因為我們煤市都放了很多原貨 尤其是現在元朗 元朗就多了一些山蠔 很多日本的山蠔 雪櫃又有些 現在都多了很多不同的魚類 不是急凍,全部是冰鮮貨 可能會有些小食 主要還有海膽 那方面就沒什麼變化 但就多了一個選擇 讓客人來我們店鋪看看 打算的話 首先就繼續做好長山和元朗鋪 第二就是希望能夠 越做越大 買給更多人吃我們底鮮菜 食物方面都主要保持好品質 最希望就是 個個光顧我們底鮮菜的客人 都能夠吃得開開心心 是絕對沒有失望的 這個是我對底鮮菜最大的期望 好嗎